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白 今天我们来看短篇同仁漫画 鬼祝和谍 第十九弹 大白会在这个频道 分享更多可爱的疗愈内容 如果你对某某某内容感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频道哦 那故事开始了 蹦 棒球赛继续了 我们从温柔哥哥探志郎 帮妹妹戴帽子开始吧 一手 米豆子加油 哥哥相信你 一定能有好表现的 嗯 米豆子很有斗志的 可爱回音账 而主攻队这边 更换投手 不死删十米 小小子嘛 臭小鬼 我要删着你 十米发出凶魔投出神眼 而下一秒抬头往前看时 米豆子连带着球棒 缩小了自己的身体 而投手要投进了好竹带 也比球还要小了 你给我 好小 但柱的眼力可不能小看啊 就算好竹带被缩小了许多许多 但这可难不倒我们的风筑十米 坏球 是坏球 保守 谁投得进去啊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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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 没人投得进去啊 米豆子赶紧丢下棒球 可爱地跑向了一壘 被保送的感觉真好啊 接下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打击手 诸世身边的爱慕者 玉石郎同学 真是的 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啊 玉石郎 拜托你了 给我把米豆子妹妹送为本壘啊 爱慕者玉石郎同学 非常不满 玉石郎加油 啊 诸世大人 我一定会把球打出去的 爱慕者玉石郎同学 非常兴奋 但爱意 还没来得及用眼神传达 一个球就狠狠砸在了玉石郎脸上 咳咳咳咳 呦 脸上的血啊 叫纳个流啊 啊 你是故意的吧 想打架吗 啊 放开我 啊 废话 我要杀光你们这些鬼 喂 不死官 主公大人在看啊 玉 玉石郎 你要去上药仙啊 啊 看来一勇没在 不死穿的出身球 就用在可怜的玉石狼身上了 棒球的规则一样没变 玉石狼因出身球上一类 米豆子接着从一类上到二类 可惜可好 可惜可好 换下一个打击手 玉石狼的偶像 朱氏小贼 喂 满头巴的家伙 你要是敢碰朱氏大人 我就跟你拼命 哼 会听你的才有鬼呢 石米 不可以打架哦 还是主公的话效果拔犬 但朱氏这边 可不会没有计划就上场了哟 白蟹小鼠鼠上多了一个小伤口 不知道我的幻术 对朱有没有用呢 花香滋滚前方的石米小鼻孔 而石米也有了相同的想法 哈 想要雪迷惑我 你先被我稀释坠倒吧 哼 酒香也资奔朱氏 然后就有了眼前这一幕 看我 这一球 有好多个啊 啊 两个人都不行了呀 但也不是不行 朱氏碰巧打到小橱球 好浑啊 然后石米碰巧也接住了小橱球 呵呵 知道我的恋爱了吧 呵呵呵 解杀 朱氏出局 朱氏川先生接上也好帅 这样朱氏两个出局了呢 没错 光是石米一人 就让炭治郎对着两人出局了 但很像忘了什么东西 嗯 迷豆子和玉石郎不见了 啊 哦 啊 啊 居然在本磊川出现了 很突然的 两人手牵手出现在了本磊 哼 一群笨蛋 用语声作弊还有人得意啊 这几局 炭治郎队再添两分 五比零领先主攻队 以上就是这一次内容啦 如果是你 你最想和谁手牵手跑向本磊呢 快一起留言讨论吧 可以关注月音老师的脸书主页 记住我 我是大白 记得订阅 点赞 打开小铃铛哟 我们下次见吧